改完之後我又用豌豆夾 這邊一樣點擊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跳出來 那這個地方我是用4點插的來run 沒有問題 因為這邊2點插的話 問題我把它點擊 一樣上面可以跳出spinner 這個沒有問題 點了之後一樣可以查出來匯率 匯率的話會跳出來 有沒有一個earn dialog按確定 沒有問題 那這裡的話我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我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你的環境是2點插的那ok 就是之前的範例 如果是4點插 你這邊把它改 online money 有沒有 這邊有改一個 複製一個新的版本叫4 那打開來的話 基本上界面都沒有變 只有一個地方變 各位直接直接拉到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那個get url data這裡 那我主要是怎麼樣 把三個東西 三個類別改變了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之前我放的這個畫面 畫面 畫面 我要把它更新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get url 原來我們會用到三個 類別 我把它變更了 第一個就是 舊的 我是用那個叫做 HTTP URL Connection 這個東西 我把它改成 URL Connection 沒有HTTP 它有另外一個類別 可以用 第二的話 就是說 用buffer reader 也是一樣用 那個 input string 但是我不用buffer reader 另外的話 我抓的方式也不一樣 我讀取的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這邊改 改之後的話 我把最後畫面放這裡 改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最重要就是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不是用 HTTP Connection 我用的另外一個就是 用URL Connection 名稱不太一樣 那只是說 如果你要用4.x的話 請你要改 把HTTP的URL Connection 要改成URL Connection 第一個 第二的話 一樣要產生 input string 用那個串流的方式 但是呢 我們剛剛用那個 叫buffer reader 的這個類別 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做 buffer input string 這個類別 OK 然後再加一個叫做 byte array buffer 的這個類別 所以會有三個類別 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呢 用array的方式 把這個buffer讀進來 再來以下 讀取的方式也類似 也就是我這邊read 但是判斷的條件 就是當它不等於-1的時候 因為它最後回傳 如果是最後到盡頭的話 會回傳一個-1的詞回來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去判斷 是不是讀到最後 然後呢 把我們要的東西 用什麼 用byte array buffer 把它用append這個方法 去做串接 全部串接 串接完之後 還要做一件事情 轉換為什麼呢 UTF8 否則的話會是run 產生 最後呢 再把這個詞 我把它就是做成 global的 我把它宣告在最上面 並且前面加一個static 不過你們可以這樣 好像不加static 跟加不加不加 好像最後結果都OK 不過避免錯誤啦 我前面加一個static 把它放在global區 大家都可以讀得到 所以這地方的話 一樣 最後run出來 就是我們最後的 沒有問題 所以改了三個 三個類別之後的話 這個部分就OK了 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的話 等一下會講一下 因為呢 我的資料來源 是來自於 就是 台銀的官網 可是如果說今天 我的資料來源 我希望 可以不要放在台銀的官網 假如我這個資料 是放在我自己的 雲端硬碟上面 那雲端硬碟上面 我如果要把它讀下來的話 那用同樣的source 可不可以做修改 麻煩可以用 其實這個sample 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說 以後只要是網頁上面的東西 你都可以把它抓下來 並且分析它裡面需要的資料 再放在一個list裡面 因為我們這邊有四個資料 所以會有四個list清單放 如果你有別的更多 你就是再增加list就可以了 最後再把它輸出 讓你要輸出的位置去 OK 那假如說我今天改變 我希望放在一個地方 那早期應該是需要 怎樣 需要一個database 那需要一個database的話 就需要一個webserver webserver 必須要一個動態網頁 動態網頁去查詢 下C口依法 去後面把那個database的東西 get回來之後再丟回來給你 但是這樣需要很多東西 才能完成你的事情 你的需求很簡單 假如你希望只是什麼 很簡單 你希望可以把一個excel的檔案 或者一個很小量的資料 做網路的什麼呢 就是顯示在手機裡面這樣而已 那你要去 再去搞一個webserver 還要再搞一個什麼database 實在是太耗工了 那我講過啦 如果你可以藉由那個 Google Drive可以幫你做一點事情的話 那這樣的話 你前面那一段就可以省掉了 你只要怎麼樣 把東西丟上去 然後呢 把它轉成一個網頁 再把它get下來 欸不就好了 那前面那一段都不用做了 只是要怎麼完成這一段 其實這個我是自己try的 市面上的書 市面上的書裡面沒有這種sample 這個是我自己try的 自己玩的 另外網路上也沒有人這樣做 這也是我自己玩的 我是把這個當改一下 那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我的一個簡單資料 放在雲端的試算表裡面 變成網頁再抓回來 OK啊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我相關的東西已經幫各位擺上去了 所以擺的位置 就是在 因為我們是在SQLite那個部分的部分增加 所以你們 找一下那個分享區裡面的那個 第13章的地方 在雲端擺板裡面 第13章裡面 我大概放了一些東西 我再說一下 SQLite裡面 SQLite裡面 我剛剛放了一個是這個online版的 有offline的跟online online版裡面的話 這個畫面在這裡 然後另外的話 source也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底下這邊有個就是 全部的程式碼 也在這裡 如果你有loss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去call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